事情很简单 闹事的苦主姓张 叫张大宝 住在上京附近的张家村里 他儿子张三郎上个月病了 带去饱和堂找座堂大夫看 抓了十来副药 回去吃了后 病情急准直下 昨天半夜又嗷又吐 眼看就不行了 张家认定是饱和堂拥医害人 带着儿子媳妇和三四个兄弟堵上门 要讨说法 饱和堂的座堂大夫声称 自己的方子与药物都没问题 是张三郎病入膏肓 张家照顾不当 方导致病情恶化 饱和堂老板则认定是 对方在故意闹事 找个快不行的孩子 上门来勒索要钱 张皇室抹着眼泪 哭哭啼啼道 民父无知 也知虎毒不食子 张家村方圆十几里 都知三郎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怎么会用他勒索钱财 我只求儿子可以好起来 若是好不了 我便要这庸医偿命 荒唐 老羊头吃的 就算是庸医治死人 也是一律法术 给富其家罢了 哪有偿命的道理 张大宝弱弱的问 能赔多少 张皇室狠狠一巴掌 甩去他脸上 哭骂道 你这猪油萌新的家伙 我儿还没死呢 张大宝红着眼眶 急道 你少装大头算 咱们家是什么光景 又不是不知道 这些年 年年干旱 收成不好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两个月 给三郎看病 闹得家里揭不开锅 现在大夫都说 他不成了 你我饿死也就算了 总得顾着 大郎二郎和妞妞啊 两夫妻还没等别人发话 已经互相掐起架来 让周围几个兄弟 忙着劝架 饱和堂的老板 走到下一井身边 摇头晃脑道 你看 我就说这两个穷鬼 是想勒索的 座堂大夫也声称 治病哪里有绝对治好的把握 他儿子本来就是恶极 吃了腰不好 也是天意 夏玉锦本就有些晕晕乎乎的脑袋 给他们闹得更晕了 他走出大门 凑到病童身边 捧着病泱泱的小脸 左右看了看 还把了下脉 老羊头跟上 讨好问 郡王还会疑 瞪了他一眼 愤愤然的 老子怎么可能会 不会 还装模作样 老羊头一边付费 一边给他提供 这类事件的解决就力 往常这种事 要是让别家大夫来看药方 确认不是病同没救了 如果是误会 就劝和 如果是患者恶意诬告 就仗责 是医者过策 就赔钱 宝和堂老板手里 正拿着几个小金元宝 也想按照旧力疏通关系 可是眼前站着的是南平郡王 掌管皇商的安王家亲弟弟 天下兵马大将军的夫婿 不管他是缺德还是缺心眼 就是不缺银子 想在大厅广众下 用钱来收买他 或收买他盯着的手下 简直是自己找难堪 没有行贿 事情只好秉公办理了 让别家大夫过来看吧 下雨紧琢磨一下又道 多抓几个大夫来 这宝和堂是上京头等药局 谁知道会不会寻寻物别 巡察们得令 带来四五个大夫 看了病孩与药方 个个都点头 说用的没错 是张好方 宝和堂座堂大夫 听得很是得意 拿起架子拂袖道 老夫从医三十年 怎会看错病情 张大宝听得失望极了 张皇室哭的声音都哑了 人群中有个较年轻的大夫 看不惯 呛声道 既然方子没问题 会不会出在药物上 张皇室文言急忙将拿出个小包 里面是黑乎乎的一团 高举道 这里还有些残留的药渣 请大人过目 夏玉紧赶紧往后缩了缩 我又不懂医 过什么磨 喂 你们别顾着看药 先看看孩子还能不能治啊 大夫们看完药渣 众说纷纭 有说看着没有不妥 也有说有点怪异 有些说孩子能治 有些说不能治 最后牵强到医术上 吵得鸡飞狗跳 谁也不服谁 宝和堂座堂大夫咆哮道 嚷什么嚷 这药渣能有什么问题 就算是孟兴德来了 也没半句话说 孟兴德 好主意 夏玉紧的脑子 总算有些清醒了 他拍拍老羊头的肩膀 去 去太医院 将孟老头给逮过来 老羊头脸都清了 脚步迟迟未动 孟兴德是大秦第一名医 供养在王宫内 脾气傲慢 架子极大 除皇室宗族 谁也不搭理 寻常人就算想见 也未必见得着 更别提 让他过来 这里给个穷孩子治病 探查案情了 夏玉紧怒道 叫你去就去 老羊头说 可是 御 御医 夏玉紧不屑道 取这一个御医 算得上什么东西 老子叫他来 他就得来 御医旁人看着再高贵 也不过是给下家看病的 专属仆人 太后最疼爱的嫡孙 使婚起来 有何顾忌 老羊头猛地察觉 夏玉紧上任 他的文史水平 也水涨船高 已成了 不是用关阶可以衡量的职位 不由大喜过望 南平郡王 说是屈居御医 就是屈居御医 快快请来 没半晌 孟兴得就背着药箱 带着三四个御医 赶着轿子 飞一般地冲来了 他不顾其他大夫讨好 推开众人 先上前 点头哈腰 对夏玉紧道 郡王身体不好 要少喝点酒 张皇室看着全大秦 最具盛名的大夫 来替自家孩子看病 眼都直了 张大宝下意识地摸摸荷包 里面似乎还有三四个铜板 夏玉紧对孟兴德交代完事情 又对老羊头吩咐了一句 药方是差了点 但大体上还对正 孟兴德一边看 一边摇头叹息 孩子体弱 药方中的麻黄量 略重了两分 效果可能会有偏差 但应该也不至于经不起 可能是治疗的过程中 吹了风 受了凉 导致病情恶化 张皇室赌咒发誓 若我让孩子受了凉 便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夏玉紧凑过去问 还能救吗 孟兴德给孩子扎了几针 嗯 先用人参调查 我给开服药 好好调理 应该还有救 御医最大的毛病 就是只管疗效 不管代价 龙飞凤舞一张方子念下来 价钱 能将没病的人活活给下出病来 张大宝一屁股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 张皇室没听懂 掐着丈夫 哭哭啼啼的闹着要救儿子 张大宝气得也甩了他一巴掌 把你女儿绑在一块卖窑子里 教会他们一个好方子 这方子里的药算是学费 自然得让他们出 否则老子就把这店从头到尾都翻一翻 看看哪里有不规矩之处 好捞点油水 给大家喝茶 寻茶都是粗人 翻茶店面会弄得很乱 也算是给店家添堵 本不算大事 可饱和堂老板自孟兴得来后 脸色一直有点难看 听见御史发话 犹豫片刻 赶紧点头哈腰倒 正是 就此扶伤是大夫应尽的本分 这事到此为止 我们就我们出吧 夏玉锦听他答应的那么爽快 笑眯眯的凑过去 左右打零了下那张胖脸许久 故作好奇问 人人都说你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最是铁石心肠 穷人上门求医都被打出去 怎今日如此大方 是不是有什么心虚之处啊 宝和堂老板恨得想咬他一口 还是哭丧着脸道 这不是给郡王爷你面子吗 是吗 夏玉锦忽然猙獰笑了起来 你是给我面子 还是给你卖的假药面子 自上年春天你父亲去世 你接管饱和堂来 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我每次去喝花酒都能看见你 听说还欠了老大一笔银子 于是想了些损招 专门弄了些假货 混在昂贵的真药里 用来哄人银子 虽然也闹出几条人命 都给你为经兆尹做妾的姐姐摆平了吧 宝和堂老板连声呼晕 夏玉锦冷哼 对屋内打了个响指 刚刚孟兴德在外面看病 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 几个巡查和他带来的寓衣 早已得令 悄悄潜进屋 控制住店小二 在药柜里搜查了一番 然后捧出大批假药材 狠狠倒在地上 其中有切片的人参 灵芝 犀牛角等等 看着和普通药无异 拿起来细细分辨 里面却混杂了寻常人看不出的假货 宝和堂老板脸色都变了 众人再度哗然 看着他的眼神都充满仇恨 夏玉锦德意洋洋 当场学着媳妇英姿 狠狠一脚踹去他胸口上 然后自个儿往后跳了两步 站稳深行 气急败坏的 老子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还不快给本青天大老爷 把这恶贯满盈的狗贼拿下 巡察们赶紧上前 抓住贪成一滩烂泥的老板 夏玉锦大意凛然的 先打个一百大板 压入大牢 求后问者 喝彩声中 老杨超哭着 拦住让人找东西打板子的郡王 快住手 巡察御师没有处罚权的 要交金兆银处置 你不能打他 夏玉锦咆哮 诶 凭什么我媳妇能砍人 我不能砍 滚开 爷今天非要揍死这魂球不可 老杨头说 住手啊 你打错人了 我的头啊 众人远目 郡王爷的酒 其实还没醒吧 离宝和堂不远的向脚 阴影里站着两条人影 饶有兴致的欣赏着眼前的一幕 秋老虎是穷苦人出身 不由赞道 将军 郡王还有两下子 心肠也不错 叶昭说 当然 秋老虎说 将军 你好不意外 是以前就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 还好 将军 郡王活得好好的 你也不用担心了 没担心 路过罢了 那咱们好像是要去礼部商讨 东夏皇子夏月来访之事吧 礼部的衙门似乎是在西边 咱们东了那么大一圈子 现在还在东街 你确定 真是路过 对 夏玉锦远远看到 好几个大姑娘小媳妇 往向脚抛了眼 怀疑媳妇在跟踪 气势汹汹的冲过去查看 却听轻轻风声刮过 秋老虎独自一人 站在暗巷内 虎目圆灯 手足无措 他看看屋顶 看看树梢 然后结结巴巴道 俊王 我路过 夏玉锦狐疑地四处查看 没发现野招的身影 秋老虎尽可能摆出个 鹦鹉又自然的姿势 手臂上肌肉 一块一块的 夏玉锦看着他那张难看的黑脸 心里有些莫名 莫非上京姑娘们的眼光变了 怪不得他娶媳妇后 好像没以前受欢迎了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